好 廣告回來 我們剛剛講到了 就不理智這個問題 其實引發非常多討論 當然今天也要告訴大家 我們有接call in 6600000 打電話進來告訴我們 這幾天你要怎麼樣夠點微 或者是你是不是接到電話了 也告訴清楚的表達 你支持哪一位候選人 另外今天柯文哲傳出說 很有可能要選2020 真的 撒卡都的情況之下 國民黨五位候選人 你投誰 也歡迎釋話55127 首期551252 告訴我們您的意見 不過說到焦慮 現在很多民眾在等著電話 說等不到很焦慮 但是參選的人當然也很焦慮 我們看到郭台銘他說 他聽說這個賭盤 原本是他的一面比較大 不過因為他聽說 民進黨灌票給某個人 現在變成他書面大 說剛剛提到 也要出來參選的柯文哲都說 郭台銘可能有被做掉的危機 不過大家覺得被做掉的危機 可是感覺起來 最近他的民調掉下來 好像是一連串 這個大家覺得 好像是前面跟後面搭不上 這樣的失言嗎 我們看到維翰格 好像他被檢驗之後 我覺得像這樣子的話 就是有志來說我覺得可以 我來說可以 因為評論也很覺得說 現在分析局勢是這樣 你是參選人 你是參選人 我們有看到虎哥常常講說 我都被誰破壞 我都要被誰做掉嗎 你努力爭取 要支持你的人 這是現在目前台面上 五位國民黨中的參選人 唯一能做的事情 而不是講說他要害我 他要灌他票 他要扯我後腿 然後那個人的票 你怎麼證明這件事情 因為你有聽說你就講出來 可是你是參選人 你不是評論員 你也不是坊間的所謂路邊社 路邊社不是路透社 路邊社 我聽話說怎麼樣 證據在哪裡 而且郭台銘總長他的意思是說 他認為自己是最強的 而且他是對此堅信不疑 我也相信他可能對自己有自信 因為我最強 所以這個就會有民進黨的人 要把票灌給比較弱的韓國瑜 然後最後他出選就會贏了 不知道是不是在鋪梗 就是說最後這個民調是假的 我只做一個簡單的一個 大家基礎的討論 大家想一下就好了 這麼多年 我跑政治新聞 今年20年了 馬上20年了 你看到一個黨 不管是藍綠 白 現在還有加白 以前還沒有白 藍綠 以前是親民黨 是菊 他真正有可能要參選 不要講總統 你想看 當地的議員 立委 什麼人很快的會被無差別的攻擊 這個藍的也罵 綠的也罵 為什麼 他是國民黨的立委參選人 可是比國民黨的 其他立委參選人罵 為什麼 因為他的民調高 民調最強 最有一面的人 他會受到所謂的無差別攻擊 這叫統戰 聯絡次要敵人 打擊主要敵人 所以如果過去這段時間 郭台銘董事長 他被民進黨非常非常猛烈的攻擊 勝於韓國瑜的話 我覺得這個基礎 可能還比較接近事實 就是他可能是最強的 但如果被攻擊最多的 包含了講個話 或者是參加什麼行政院會 第一個頭就變成是在睡覺的話 看起來被攻擊最多的人 可能不是郭台銘 這種時候你講說我很強 但是大家冠票給弱的韓國瑜 那個基礎就會被質疑 所以我還是倒回原來的基礎 現在講這個話其實說實在的 第一個 已經開始民調第一天了 這樣子講 我覺得不是很妥 第二個 你也沒有辦法說服大家 因為你沒有證據 第三個 已經成為候選人了 你應該要廣開你的票源 讓所有人認識你 而且把票投給你 希望支持你 認為不只是過下禮拜一 7月15號這一關 還要過2020 1月11那一關 所以如果現在都已經到 包含了他講這句話的時候 就我在旁邊 不理智那個事情旁邊發生 後來講說他已經不理智了 這樣的話其實基本上 就會讓大家擔心說 所以如果到時候 你是那個沒有辦法 跟大家團結的人 你又怎麼可能會得到大家的支持 最後民調如果沒有贏 就是因為民進黨關票給別人 所以整套都已經想好了 這樣的話就不是黨內遊戲規則 所樂見的 既然要參加初選 既然要跟大家參加民調 那就努力的爭取讓自己民調高 成為勝選的人 但一旦沒有贏 因為5個人總會有4個人沒贏 你要想好你要怎麼面對 沒有贏的那一天 而不是一直在講說 反正我一定贏 如果沒有贏 就是作弊 剛剛我們現場跟大家講了 政治人要注重自己的正面 背面如何下台 以及側面 你平常如何跟人接人待物相處 先進一段廣告 好 回來我們剛剛文漢哥講到了說 其實現在郭台銘他在接受 專訪的時候提到了說 賭盤本來自己一面大 但是因為民進黨那邊操作 灌票給別人變成他書面大 甚至說連柯文哲都看得出來 他有被做掉的危機 這偉翰跟他的解釋是說 要灌票怎麼可能會灌給最強的人 他覺得不合邏輯 現在也沒聽到在開賭盤 另外還有什麼 柯文哲的幕僚 這幾天跳出來帶風向 說要挺郭台銘 這是大家都看都沒有 在民調開始的第一天 突然各家開始帶風向 連賭盤這種以往我們看到那種 大選選得最激烈的時候 才看到的手法通通出爐了 賭盤在這次大盤裡面 是沒有看到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種不太會 因為不會引起什麼 太澎湃的主機 還是郭董在烘海裡面開的 而且賭主頭是這樣 主頭他遊戲規則越準確了 他比較會開賭盤 就是那種比較漂不定 或者是裡面他問題點比較大的 我不敢說是做掉什麼 他能夠確定說他應該可以知道 賭的公平性他比較會開 但是個人有 譬如說今天國慶大哥做爪頭 平常就已經 我們幾個都有在 開一個 我覺得對韓國瑜有興趣 開一個開一個 我來 我來不開 但他現在民調第一天 放這個消息 第一 我是覺得 郭台銘會收到這麼小 這麼小組頭的消息 我覺得郭董你的生意做得滿大的 做到你的爪頭的行李 你都會知道 這個我倒是覺得比較奇怪 再來說 灌票 柯文哲的幕僚會灌票 跟他自己的選情會比較有關係 柯文哲會比較喜歡韓國瑜出現 還是比較喜歡郭台銘出現 他比較喜歡郭台銘 因為以每次的民調來看 韓國瑜的民調 通常到最後那個不表態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不表態率 韓國瑜都比較小 大概都是8%不到10% 不管是沙喀都的民調 還是之前那個 剛剛偉翰講的細咖的民調 韓國瑜大概都剩下8%到10% 但是郭台銘 他的不表態率到21% 也就是說21% 柯文哲還有多一點的機會 但是韓國瑜一出來之後 柯文哲沒什麼機會了 31比25 他就是25了 你就算再多給他 他也沒什麼機會了 這個所以柯文哲會講出這樣的話 比較我覺得不太意外 但是我只對郭台銘最後一句說 我有被做掉的危險 我覺得我不太以為然 如果你站在說你被做掉 排隊吧 你還後面的 你是第幾個了 如果真的要說被做掉 那最可憐的是誰 朱立倫 如果真的一定要這樣講的話 朱立倫本來是第二名 怎麼會被灌 灌到底灌給誰 灌給你 灌給你之後 他變到第三名 朱立倫可不可以把你這句話 再講一次 我今天會第三名 就是因為很多票都因為 港中央把你弄出來 我才變第三名 朱立倫砍不完 如果照你這樣講 朱立倫應該出來一直抱怨 一直抱怨 不斷的抱怨 可是朱立倫他今天有這麼做嗎 朱立倫比他大方多了 他今天哪怕第三名 還要抱著被女說區區第三名 你講到區區也就要生氣了 但是我眼睛看了他一下 他們的改口說是區區 但是一樣 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酸人家 你都已經把人家做掉的 你還罵人家區區 人家都沒講話了 你這被什麼做掉 你現在排第二名 你就趕快去努力就好了 你何必這麼不理智 你剛剛像剛剛那個麥的那個 我有點小小的意見 我覺得如果真的你要說 哪裡不理智 其實郭台銘你自己反而應該 在這個場合裡面要理智一點 因為所有的不理智來自於自己 他自己對選情的焦慮感 是你自己的焦慮感 才會在這樣的場合 說出別人不理智 你這樣子的公關策略 我覺得就像韓濱哥講的 你真的要換 趕快把公關公司換一換 再剩下兩三天了 換過了 換過了是不是 換了 又換了 因為剛剛現在我跟彥瑩講 連這一句話 賭盤原本我贏面大 我跟你講 我跟你打包票保證 一定是他的幕僚測試跟他講 這麼講 一定會有多個5% 多個2% 一定是這樣的策略 可是你這樣的策略出來 只會讓人家覺得說 你在焦慮 你在不理智 你在怕 甚至我跟你講大家 韓國瑜的公關策略 都比你高得多 快一個人他就贏你了 他那天上台的時候 第一個時間的時候 我是很讚賞他的 你要記住他一上台 最後那個7月7號 他上台的時候 享受了30秒大家的掌聲 那個動作代表什麼 游刃有餘 讓人家覺得說他現在氣勢正好 享受大家的掌聲 VS雙框 現在郭台銘在旁邊說 你看你們都把我做掉 跟一個游刃有餘 今天你接到電話 你會比較想投給誰 如果你是中間選民的話 再來你看韓國瑜再來 他不再跟下面的藍軍訴諸 他說我要跟綠軍講話 第二個游刃有餘 那個氣度表示我這邊我的 他已經把層次拉上來了 我要到那邊去跟你們要了 你郭台銘還在這邊糾結 還在書面大 銀面大賭盤 還要跟誰灌票給誰 我請問在這邊等沒有炒菜的 不想要去上餐館這些人 如果你是中間選民 你會投給郭台銘還是韓國瑜 就是一個策略問題 我覺得這個議題 真的不需要在郭台銘 這麼大的一個人來大家去講 我最後要講的是8號到14號重要嗎 其實這幾天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15號到21號 8號到14號就是出來一個結果了 可是未來這6天 剩下投票結果出來這6天 會變成什麼樣的情勢 對國民黨來講才是重要的 這麼晚快 兩等於是 再次威天 ponto 社交壇